今集安琪会客室真的看得又打得 为什么说打得呢? 因为今次的录影厂里全厂都是师傅抢我 现在我们先介绍一下其中一位大师傅 这位大师傅就是香港电影界无人不晓的金彤师傅 你们好金彤师傅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好 师傅好 其实我们观众方面真的有眼福 因为我们也有一些远道而来香港 原来在国内也有听到休息生活台和安琪会客室 今次来到香港参加过武术大会演 也在回国之前特意到我们安琪会客室 而这位嘉宾是重量级 因为看他的身形和地位 武林大会是中国武林大会太极擂台争霸赛的总冠军 总冠军 王建军 大家好 我叫王建军 哇 想不到在这个香港短短的时间 竟然广东话都已经学得不错 你行啊 很标准 还可以 还可以 很标准 他很欠 而在王建军身边的这位小伙子 其实他今年只不过二十三岁 二十多岁 听说他也有很多名显 他就是武林大会太极擂台争霸赛的亚军 对吧 对 大家好 我叫樊帅欣 就是樊帅欣 那个发音有点不同 我们今次安琪会在一起 搞一些新意识双语广播 好的 双语广播 现在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情况 其实很多人都说 香港是一个东方的荷里活 我跟着金头师傅 我非常非常亲切 因为东方荷里活 我从小到大看的电影 我特别喜欢看 香港的狐狮一篇 也算是武俠片 我也是觉得 我是不明白 金头师傅想整夹 为了什么 不知道拍了什么 拍的真的一样 真的一样的 随时是没命的 金头师傅 头伤了多少次 骨折了多少次 麻烦你跟我们优质生活头 观众说一下 其实做电影为什么 都是为良餐 不是吗 那你不 做完导演书出来 读得又不是那么好 又百艳 又喜欢打武术 唯有去学一下 学一下武术 拍一下电影 还有什么要做呢 那时候武术 武师 挺好的 因为人工都不错 我记得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一个月的人工 都是几十元 但我们拍一日起 都是几十元 那你说呢 你有什么要做呢 原来是 是啊 但我说身水很高 身水很好 好像我们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做电影做替身 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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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身的 我们替身 有百二元 那时候一个月的人工只有几十元 那你说不搬武士搬什么 他怎么会换那么多钱 当然钱是有吸引的原因 另外一方面也要讲一下兴趣 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都能换到钱 但做农府牧师真的要换命 因为我知道你全身都是骨折 受了很多次 这个就是代价 那你怎么换那么多钱 那当然要换代价付出 我付出就是全身都是伤 你说我头就换过 盆骨又换过 盆骨又断过 我的面 我的面 看不到 我三十多針了 三十多針 眼角 这里下这个地方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全部是练針的 那这是代价 是不是 所以呢 电影呢 电影呢 就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 尤其是以前呢 我们没有什么保障 没有那些安全措施的 好像以前我们 在几十层楼 比如说大概是几十尺 左右 三十多尺 下边就没有 硬性 做了棉胎 找些什么 找些草 铺铺 你不懂 你不懂 你不学过 你实实跌到 头奔压 但是你懂 你也会受伤 所以呢 代价就是这样 你找到钱 又有代价要付出 嗯 嗯 因为呢 就是我们香港的电影工作者 可以说是分身 所以呢 令到呢 香港电影百多年发展以来呢 是越来越的 一路都是这么兴盛 以前又是这么卖名 现在一样是这么卖名 好像呢 在我中间的 就是黄建军来说呢 金铜师傅呢 就是电影界出身 你是太极 擂台争霸 争霸山这个 冠冠 总冠冠 对吧 嗯 其实为什么你会喜欢习武 因为你长相 一看起来就是 哇能打这样子 像年武人 对对对 他说就是为了那个 丑炉啊 很吸引啊 大武士那个 身水很高 你为什么会带一个 这个武术众人呢 嗯 因为我们是 从小家乡有这种 习武的环境 再加上我这个武术呢 是祖传的 我父亲 我父亲都会这个 功夫 会这个太极拳 所以 小的时候 受他们的心跳嘛 就喜欢 所以六岁就开始 打太极拳 六岁就开始了 厉害啊 六岁就开始了 这个太极拳 好像金铜师傅 你也是六岁开始了 是啊 六岁的时候 好点少林拳 这个北少林啊 那就学这个 是合家 很多不同的武术 中国的武术 哇 他是少林拳 那你就是太极拳 他是老师傅 哈哈 他是六岁五二十 但是我年龄比他小得多 他的功力比我功力大 在香港我们不能断面说别人 是老师傅 他是老资格而已 老资格 对啦 哎呀 尊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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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 对尊重的意思 对尊重的意思 那那么其实呢 就讲到这个年龄问题 我知道在您旁边的这位呢 他好年轻哦 才二十多岁哦 对吧 对啊二十三岁啊 是不是要说啥出来啊 二十三岁啊 哈哈哈哈 那我二十三岁就好 就是这样 OK 23 二十三岁 对 那么他是冠军 那你听说是亚军 对啊 武林大会 我和我师傅两个人一起打的 我师傅拿冠军 我拿了亚军 啊对对 那其实呢 我就很好奇 很多人呢 那同师傅 很多人都说呢 就是说 中国啊 那个武术来讲呢 就真的是一个 就是国家之宝来的 就是说 Chinese Kung Fu 是令到呢 全球不同国食的人 都趋于若慕啊 就是 就是 是不是就是中国武术 是什么时候开始 有这些东西的呢 就是 中国武术呢 其实很多年前 已经有了 但是比较上外国人 接受的呢 都是在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应该 我说是 由李小龙啊 就是电影 带出来的 所以电影 在香港来讲呢 就比较上是 比较上 很出名 而全世界都出名的 我们讲的 比如电影来讲 文艺片 大家语言不通 都不知道讲什么 是 是 笑片 你笑 我不笑 你的生活习惯 或者你的环境 那种语言 会令到你笑 我们不懂笑 是 但是唯一的 可以沟通的是什么 武术 武术 武术全是一样的 你过来我过去 你过去我过去 哇 很棒 所以香港的武术 电影就是 令到全世界都能认识 尤其是 我记得我们以前 我去外国拍戏的时候 那些外国人 觉得很奇怪 喂 香港人拍电影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拍得这么好呢 他们什么都有 很安全的嘛 是的 叫你几十尺的跌下来 那你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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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不用了 好似 我记得一次 我去外国拍戏 在荷兰 拍戏 拍戏在山里撞下来 那你没有替身 是的 那些人说 不行啊 很危险啊 又要叫救伤车 又要叫什么老土定在 否则危险 会受伤 没事了 下去看看 什么小的石子 大的石子也不怕 挺不需要的 小的石子 撿一撿 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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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 咦 这样也可以 所以 中国人的武术 尤其是电影 比我外国人 正常是大气一惊 哇 为什么你们可以 这样都可以啊 那幻法 因为为什么 第一是习惯 第二 本身要学 王健文师 我从事学的 学到之后 你会感受受伤的机会 你不学 就去做 就一定受伤 嗯 我们今天说 金铜师傅 讲得很灵魂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凡师傅 我都知道 譬如说 您说 他也是您的师傅 对不对 对对 你譬如说 你们练习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危险 受伤 因为他说 他拍电影 从头上到尾 那您呢 您的经验 肯定有啊 因为我们 打那个太极拳 是个擂台 那个实战对抗 对吧 他不是光练拳 因为他要 两个人要有 积极对抗的 嗯 然后平时训练 也有受伤啊 然后我 胳膊也骨折过两回啊 肋骨也折过呀 对吧 也包括你平时 比赛的时候 比如说你这一场比赛 打完了 然后肯定有时候 都在打对抗嘛 然后身上受伤了 又是脚崴了 然后都脚上缠着冰块 然后 然后 胶部一缠 在上面 第二层还得接着打 其实也都挺辛苦的 嗯 嗯 那原来呢 我们知道呢 无论是拍电影呢 还需要打理台的 就是每一天都在受伤 差不多这样子 那所以呢 我想呢 就是为什么呢 大家经常都受伤呢 还要坚持下去呢 我想呢 就是说 习武 对那个预知的训练 是很有帮助 对对对 对不对 好 因为这个呢 杂漠方面有那么多学问呢 我们都赋予了家长呢 在赋予啊 香港人啊 或者是能看的地方的观众 跟你的小朋友一起来看 因为我觉得现在呢 很多小朋友 他们的意志很脆弱 受了一点点的 就是不是受伤啊 一点点的挫折已经要生要死了 所以这个习武肯定可以训练那个年轻人的意志 你同意啊 对 同意啊 因为 他练这个功夫 对小孩子的意志训练是非常好的 给他一个坚强的力量 没错了 既然是这样 我们千万不要走开了 另外一节呢 有更多武术的经验 和大家谈 如果喜欢功夫的朋友 记住留意今集Aplus的安期会下室啦 音乐不单止可以听 还可以按摩 欧蟬星星带 最我喜欢的音乐 下成鼓动式按摩节奏 舒缓肩颈肌肉 一边听歌 一边享受按摩 音乐魔力 重新感受 欧蟬星星带 欧蟬星 香港人很注重扮名 无论修夹 素身 整容 化妆 都很讲究 市面很多护肤 健身 签体的广告 人人都去做 那你又知不知怎样选 什么化妆品最适合你 怎样签体才最健康 我们找专家和你分享美容心得 和你深入解构 尽在美的方程式 宠物是他们主人的心肝宝贝 他们这么可爱迷人 你会为你的宠物做什么? 宠物的衣食住行 宠物的生老死葬 你有没有想过付出多少? 他们都要美容 他们都要玩玩具 做他们分分钟更舒服过做人 爱你的宠物 照顾他的需要 宠爱百分百 今集安琪会客 认识英雄更英雄 因为在我们的录影厂里 几位师傅都相当武功高强 今集难得大家坐在一起 不同门派交流 说回金童师傅 我知道你是六合八法拳 是什么? 六合八法拳 最早期在唐朝的时候 有一位陈屯老祖 陈兴仪先生 他将这套养生的武术 养生的东西 例如将你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虎养生的方法 和医学上的道理 已经变成一套权术流传 距今有1100多年 厉害 他写成一个图形 画出来 由他转变而成的 武器是这样的 然后呢 他两个鱼又怎样做 怎样写 画出来之后 变成了太极 在那个年代 他又开始变化出来 以前没有文字 都是度家的方面 其实呢 刚才两位师傅 到了我们介绍者的时候 对金童师傅教很熟悉 和我们一起成长 他们对太智圈 有很多疑问 可能就是说一看 买瓜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 太极拳是不是比较柔一点的 然后太极师傅就是比较瘦的 你看两只大只都这样 很大只 真的是太极拳吗 还是少林拳啊 一看 看我们是像少林师傅 不是我看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还买太极拳的 我是太极拳的师傅 我们都是太极拳的师傅 因为太极拳呢 是不分年龄 不分大小 都可以练习 而且身体胖的人 可以练瘦下来 瘦的人呢 可以练壮起来 因为太极拳 它的发源地在河南成家沟 现在大家社会上面的 杨士孙士无事 他们都是直接尖检 由沉家沟演变过去的 所以我们沉家沟的太极拳 保留着传统的味道 有钢有柔 还有刀有剑 就是可以发力 不光可以养生 而且还可以有功夫 嗯 其实呢 听到那么多师傅说 金龙师傅 原来这个武术 不仅是可以打斗 当然 打斗 那么养生事也非常重要 有刀有剑 范师傅啊 我想请教您一下咯 那么其实呢 云南的这一台 有很多不同的门派 对啊 对啊 太极拳有 成羊 五五孙和六大门派 那么其实呢 太极拳最最基本 那个拳 那个手是怎样放的 那个手啊 太极拳 对啊 有拳嘛 拳的话就这样子的 双手这样子 这位拳 嗯 原来呢 所有都是 就是由这样 那么其实呢 金龙师傅 是不是六合八发拳呢 都是这样呢 就为之拳 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啊 本来说 拳头呢 都是用这个方法拳的 那么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拳 很多种 他有一些是 平拳 平拳 直拳 那么有一些是卷拳 将这个手指尾开始 由这个手指尾卷进来 三个手指尾才进去 那么这些呢 就是一个拳术 那么有一些叫做 姜子拳 姜子拳呢 就是用这样的 这样的 那么也都呢 在香港的 中国 令南一带 和外国 这个 中华一带 都有些武术呢 是叫凤眼拳 是这样的 哇 哇 很多拳都不同的 首先是拳术 但是呢 原来拳 揽握拳的方式 很多种 哇 原来呢 听那么多位师傅这么说呢 原来中国的武术呢 非常之吸引人 那么 那么两位师傅啊 你们这次来香港 就参加一个就 慰言嘛 对对 有什么问题 想问我们香港的那个金铜师傅呢 交流一下嘛 有没有问题啊 问一下金铜师傅啊 我有个问题 因为金铜师傅在这方面 比较专业一点 我想问就是说 我们看到香港的一些电影非常多 就是说 现在他们的功夫电影的明星 他们的功夫是不是能达到几层的功夫呢 是不是很好 呃 这个问题非常好 非常好 现在的武术的电影呢 武侠电影 武术电影呢 分好几个阶段 00年 90年代 90年代 现在 这20年代 那些人拍的武术片呢 一般呢 跟以前不同 因为以前的人呢 他不学拍武术片之前 一定学过很多武术 学武术 比方说有在 有些太极啦 有些 少林 少林啊 有 行义权啊 有八卦 八卦权啊 唐阳啊 有那个 什么香港来说 约 就是在 闽南这一代呢 就是什么 蔡里佛了 永春啊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 那个什么 叫做 俠家全啊 一大堆 武术很多种不同的门派 他们 不管如何 他们学完之后 才拍武术片 所以他对武术 这个根基 他有一个概念 所以拍出来的武侠片呢 一定会比现在还好看 一定好看 有真实感 现在呢 可是大家认同啊 学武术很辛苦 流汗流泪 流血 对 你学 你念十年书 不要说念书了 就是说你学语言 你用十年去学 比方说你要学法文 你十年会说的也不错 学十年的日文也不错 可是你打十年拳 未必打得好 同意吗 对 因为怎么样 你学十年拳 因为每天要流那么多泪 那么多汗 你会觉得很心很累 没有那个恒心 没有那个意志 没有那个毅力 都会放弃 所以呢 十年学完了 你未必打得好 对吧 现代人 太多了 太多什么 太多 不同的去玩的东西 电脑啦 尤其是电脑啊 电影啊 什么一大堆很多 音乐啦 我每天都很开心 以前什么没有嘛 对不对 以前没有啊 电视有没有 以前 50年代 60年代电视 不是每一家有 对不对 电脑 你说 60 60年代 所以有人说 电脑离岸就干净 他说你废话 对不对 对 那时候人 有那个痕迹去练 他说 没有爱好少啊 是好少啊 现在人太多了 所以呢 你拍出的电影呢 就是说 靠这个武术指导的 一些电影技巧 来这么看 哇 好看 其实呢 尤其是现在 电影呢 用这个动画 用这个科技来 插这个 尾压那么粗 哇 吊起来 飞来飞去 他拍完之后 他就在画 在底片里面 哇 用点手术 看不见了 哇 看起来很好 所以你看 你是不是现在看电影呢 你看了一部 两部 三部 第四部就不想看 千变于律 千变于律 对对对对对 没什么意思啊 那以前不同 他看起来有真实感 很像很简单一个很简单 比方说 拍电影来说 啊 现在电影 你清静的一圈呢 呜 飞到那去了 真实会不会有每个那么厉害呢 不可能的事情嘛 是不是 以前不是一打到 退攻 他马上就 真的打到 现在不打了 碰一下就 就做一些特技了 所以你看的没意思吧 对不对 所以现在欣赏的人 跟以前欣赏的两码事 尤其是 演员 武术的演员 现在根本就没跟以前的人 没得比 以前很很情感很用功 现在包装就可以了 哎 哎 那我想就是我想到有个问题 就是反扑归珍 因为我想有些东西是会反扑归珍 最近有一个电影金像奖 主力演员都上过来 我们电视台 泰哥 陈冯泰 已经是 提倡这个 反扑归珍的年代 提倡这个真功夫呢 你觉得真功夫是不是 对广大的观众有一种吸引力呢 肯定会有的 嗯嗯 那你想当明星吗 想当明星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因为我现在还要打擂台啊 啊 刚才金龙师傅讲的时候 我都想问他 那个 就你说 因为我是打擂台 我的感觉 他全腿 他需要打是一个力度 是吧 他打动他有这种感觉 现在的人拍电影 他有还有那种 咚咚咚撞击的感觉吗 呃 以前我们拍的的时候 都需要 因为他那个技巧不多啊 对 就需要真的打上去 虽然是不用百分之百的力 可是你还看待他 打的脸有点歪了 对对对 所以你看的很真实 现在一碰 飞去了 还没看清楚 他走掉了 飞掉了 所以你看的不破 没有没有那些 你看的时候还是很开心 看完就没有那种满足感 嗯对对对 不真实 不真实 没见真实 不过我想 其实呢 虽然我跟师傅说 就是香港 或者其他很多地方的电影 都加了技巧 但是真真正正的武术 也都是有一个 值得发扬的地方 因为胡叔 也有一种修养 就是说那个修养的方面 转头下一节 我们都会讲一下 究竟你真真正正习武的人 那个内涵 和那个心得 那刚才说到真功夫 真功夫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呢 金鹏师傅 你这么说 黄建军师傅 和范穗茵师傅 你觉得他们 其实他们都是明星相 很有明星相 有 有 有 真的有 他说你真的有 球剑啊 你两个人 大那个明星 有 有镜头 有 有些人呢 看起来很漂亮 可是在电影 在那个画面 电视或者电影 看出来的时候 就不讨人喜欢 有些人看就不漂亮 所以看了没多久 一看 越看就喜爱他 真的 就是 你们就是那种 对对对 是啊 我经常觉得 黄建军师傅 他就是 硬桥牙马 但是 他的样子是很甜蜜的 那 你也是英俊 你 对 而且刚才他是很单纯 问他想不想做明星 你知道一般美女街 问他 你想不想去选美 他都说可以的 但是我问他想不想做明星 我都没问过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 如果有一个交流的歧视 就是说 现在我们回复 想要反破归真 看真功夫 我相信 真是懂功夫的人 去拍电影 其实也有一条路走 是不是 金鸿师傅 是啊 所以要多些去练习 去充实自己 对 练多些充实自己 才能够将武术 拍出来一种美感 和一种真实感 让观众觉得 要充实自己 我觉得 其实 听一下金鸿师傅说话 简直今天上一课 很好的课 其实不只是拍电影 我们做节目 做任何工作 最重要是充实自己 稍后回来 继续探讨一下 真材实料 稍后见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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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